1964年10月13日,空军某作战师分队副大队长邹广卢 驾驶歼6战斗机,截击一架火风高空无人侦察机 在上升到17500米极限高度之后 邹广卢实施多次攻击 但打出的炮弹都没有能够击中火风 把全部炮弹都打光之后,邹广卢急了 他横下一条心,绝不能放走火风 血气方刚的邹广卢,转瞬间做出了一个决定 开足马力冲过去,就是撞 也要把这架在中国领空肆无忌惮的火风给撞下来 与敌人同归于尽,也在所不惜 可是,在将近18000米的高空,空气十分稀薄 歼6飞机的操纵系统反应很慢 与此同时,歼6处于极限升线 而邹广卢肩敌心切,动作过猛 结果造成失控 飞机进入螺旋状态无法改错 在完全失控的情况下 邹广卢只得隐瞳跳伞 而他驾驶的歼6飞机也坠毁了 邹广卢的举动虽然没有成功 但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冒进 因为正是这次失利 使中国空军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击落火风确实有很大的难度